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你好 袁醫生今天會和我們分享些什麼 相信大家都聽過馬拉松菜 本來香港舉辦的馬拉松菜 很多人都會出現瘋肝身體 亦都時不時聽到有些人在比賽中出現問題 簡直有人真的暈倒了 甚至乎死亡 我相信除了這些嚴重的問題出現 相信整個馬拉松菜場裡 很多人都會出現瘋肝、身體 各方面受損、勞損都很厲害 我相信大家都會問一下 在自然療法裡面 或者在同學療法裡面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些很好的工具 是可以幫助馬拉松菜的賽手 來幫助他在比賽裡面 很可能加強他那個比賽的能力 讓他可以順利完成成個二十幾里的賽事 或者可以在途中 如果出去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有些很快的方法 這些要講快效的 不能慢慢來的 即時有效的工具 其實同學療法裡面 在全世界在外地 在馬拉松菜場裡面 也有很多醫生會用我們的 同學療法的方法 因為同學療法在一個急切的環境 在一個急切的毛病 其實可以這樣說 它的效果是非常之快的 是講幾分鐘 就立刻生效 好了 我們大家都聽過我們的節目 也可能也有機會 聽我們另外一個叫做 靈丹妙藥 一直都介紹很多很多的療法的療劑 Diana 如果我要這麼多療劑裡面 你有機會也聽過一下 有哪個療劑 你即時想得到 是對我們的運動員 可能會有很大幫助 我想 Annika 生金車行不行 好 我相信 是第一個療劑 即時會想得到 大家如果有機會聽過 我們介紹生金車 Annika Montana Annika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用的 給那些人 是 撞傷 乳傷 肌肉 勞損 我跟大家也分享過 如果我們要記得 怎樣用那個生金車 其實你記得生金車 跟生有關的 你想像 一個人 跟一個很高的斜坡 很斜坡的山 纜滴 했는데 滤滴 continuity 這個人會感覺到 好像 每個人快樂 直接瞎了 玄瑚 撞到 pied 可以這麼說 這些長跑運動 馬拉松里面 一定可能會感覺到 身體的淵乳 肌肉eder 生金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怎样用呢? 当然有些运动员懂得用的 就是在比赛之前 他们会先用 同类疗剂 大家也和大家趁这个机会讲清楚些 因为同类疗法疗剂 不做预防的作用也好 治疗作用也好 通常是需要有症状出现的 如果没有症状之前 早一个月、早一个星期 吃好疗剂 通常都没有这样的需要 譬如生金车 如果我们要做一种预防用 通常在比赛之前 早上起步之前用 不是早几个星期 每天开始使用 其实不是这样的需要 好了 生金车当然是很适用于 马拉松的运动过程里面 跑到人的肌肉都冤痒了 即是开心得痛了 碰身得痛了 这种这样的情况 记住生金车 好了 还有一个疗剂 也都很有机会 是帮助到在肌肉的冤痒 僵僵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 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肌肉的身体肌肉 会产生一些乳酸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觉得 运动之后觉得很鸳鱼呢 其实因为这些乳酸 是慢慢在我们肌肉里面聚集 即我们身体的身体 身体代謝 未能够及时将它化解了 所以呢 就出现这种鸳鸳鱼鱼的感觉 因为我们肌肉里面的乳酸作怪 好了 那我们同类疗法 经常说 同类双子 以形保形 以毒公毒 对不对 概念上就是同类双子 那我们其实呢 就可以用一个疗剂 这个疗剂 是用肌肉的乳酸里面 造成的疗剂 在同类疗法的弱点里面 其实我们有这个疗剂 英文叫做Sarco Lactic Acid Sarco Lactic Acid Sarco其实是解释肌肉的 拉丁文里面解释肌肉的 Lactic就是乳酸 Sarco Lactic Acid 是同类疗法的一个疗剂 那就是我们除了具备Anika 通常用30C 在这种情况 一般常用的都是用30C 这个分能的 你可以试一下Anika 或者同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在过程里面 因为每时候遇到鸳鸵鸳鸢鸯 孙鸳鸯鸯鸡 adopt can YOU 吃 Anything 就在鸭鸳鸯鸯鸯鸯鸯ve 要在鸭鸳鸯鸯对 ряд 说是这样的 那这两个可以 vodka 叫做Ruta Graviolin Ruta Graviolin Ruta叫云香 云香通常是用在我们身体的 我们叫做结缔组织 或者在我们的筋 或者筋膜 比如我们运动里面突然之间 我们的Achelus tendon 脚筋的筋是受伤 扯伤了 或者我们的十字 Cruciate ligament 我们的膝头里面的十字 硬带是出现破裂 那我们即时想到的疗剂 是用Ruta Ruta的阵型 通常当然了 一定是说得鸢鸢鸢鸢鸢 而且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 那些软组织 或者脚筋 或者脚筋 是受到扭伤了 比如可能咬柴 一不小心地走一走一走 一扭一扭柴 那这个是Ruta 以及身体的肌肉 是觉得很僵硬 和鸢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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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鸢� 一天的劳损,担担抬抬 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创伤的劳损 尿剂可以用router 当然除了router之外 我们大家都认识 有一个与肌肉劳损有关的尿剂 就是rhustox 串发就是rhustoxicodendron 这个是野角,是一种有毒性的毒草 如果有些人不小心 或者叫poison ivy 这类的植物 身体会即时有些水泡 爆出来的 rhustox的重心就是 人生了瘦的铁 早上起步的时候 人很僵硬的感觉 rhustox和router 云香,野角和云香 其实两者的用法都很相似 那如何分辨呢? rhustox的野角的证营 那个用家需要病者 是很觉得 如果你周身冤痛,疲痛,疲痛 如果能够冲一个热水量 浸一个热水量 或者用热敷去敷身体 他会觉得很舒服 如果觉得在冬水临侵 或者在下雨的时间 是要跑这些长跑 结果做出来的身体 因为受了濕寒的入侵 身体结果是僵硬 又痛又硬 这个在rhustox是比较合用的 其实大家 云香,router 其实跟rhustox 都是很相似的 那rhustox 有些人觉得 对肌肉方面的问题 应用适合一些 而云香通常是 那些结缔组织 我叫connective tissue 那方面 比如那些筋膜 或者我们叫shin spring 前腿那里 那些软组织是撕裂了 或者我们的脚底 足脚的脚底 那些筋膜是发现了 我英文叫plantar fasciitis 就是脚底的 足弓的筋膜是拉伤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用rhustox 那其实没所谓的 如果你们是 觉得用了rhustox 或者用了rhustox 效果就未如理想 那很快你试过 就立刻可以转做rhustox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rhustox的应用 即和疗法的效果 我们是觉得应该是很快见效的 那rhustox在沙士比亚里面的剧 都有讲过的 这个提卡 rhus是for the eye的 for眼部的 那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想到是可以用在眼部的问题呢 当有些人就是看书看得久 或者用玩电脑 玩手机玩得久 玩到眼球都痛了 甚至乎引发头痛 这种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可以用rhustox的 因为我们的眼部的肌肉是疲劳的 那我们都可以用rhustox的 这样的云香尿剂 好了 我曾经说了 那个rhustox 野角的症状是个人僵劲 那他人是喜欢移动的 即是他硬崩崩 用热水壶 冲热水粮 最重要是要常常动动动动动动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长跑的人 很多人的本身的底子 应该是夜角的rhustox rhustox 好像我们叫rhusy door 好像山寿门教 这种人一早上起床 当然是觉得人很不自在 很硬 他一定要外面是跑跑跳跳的 在热的地方 做一些暖身的运动 所以我发现 很多的长跑的人 或者喜欢做马拉松的人 他的体型很可能 是很大机会 是rhustox这种体型 好了 那除了rhusy door 云香 rhustox 这个野角 那还有一个疗剂 大家都看这方面的运动员 也都很合用的 就是bryonia bryonium album bryonia album 是bryonia bryonia album 是白色根 album的意思是白色的意思 白色根 bryonia bryonia的症状 通常跟rhusy door 和rhusy door 是很不同的 有一点就是 rhusy door 人 当他人觉得僵紧的时候 肌肉受伤 他觉得要常常动一下 扯一下 伸展一下 会舒服一些 但bryonia 白色根的症状 可以说是刚刚相反的 这种bryonia的症状 通常当他受了伤之后 其实他人是不想再动的 因为他发现了 关节如果再去走 再去跑 再去在路面 来动它 他会觉得很痛 所以在白色根的症状 他是不想动的 因为他身体里面 可以这么说 关节 身体的组织 已经是干了 干沽了 干 dry 这个是一个 当你的身体 比如那个关节 那些软组织 那些滑囊 全部可以干的时候 很明显 干真真的关节 你最好就不要再动它 所以 bryonia 记住是干 通常 bryonia 的症状 或者白色根 他通常是喜欢 喝水 他很干 他皮肤可能很干 口很干 黏膜很干 他很想给他一些水喝 通常他就喜欢 大口大口喝净水 这个对他是特别帮助的 好了 有些人当时 比如因为这些 这样的 长跑运动 导致一个 慢性的问题出现 比如最容易看到 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出现什么骨齿 对不对 脚根那里 因为将为长跑 这些问题出现骨齿的现象 好了 如果出现骨齿 我们有什么工具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疗剂 我们是一种叫 一种纤维形 Calcarea Florica Calcarea Florica 这个是 Calcarea Florica 通常是 我们是 帮助身体 软化身体 那些 那些筋膜 那些组织 那我通常用6X 就是用6X 不是用30C 那 Calcarea Florica 是帮助身体的软组织 让它软化它 让它不要出现骨齿 那 还有 可以帮助我们血管 血管的方面 那通常呢 我们可以 就平时 譬如这些 譬如骨齿 当然骨齿这些问题 就不会那么快 有几下子就好了 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通常呢 我就会建议 每日早上 就放几粒在口中 要是起码用2次 那当然呢 亦都可以 多吃几次的 这个Calcarea Florica 两三次 是绝对没问题的 好了 那当然呢 除了Calcarea Florica 这个氟化钙 我亦都有一个疗剂 是叫做 硫化钙 Calcium Fluoride 那也都可以 是帮助身体 是将 那些 那些钙 就是 放入骨 那里 那就不要放入骨 骨之间的 那些软组织 就会出现骨齿 那所以呢 Calcarea Florica Calcium Phosphate Calcium Phosphate 都是帮助我们 在这个 处理我们的骨质 那方面的问题 或者 骨断了 受伤断了 那可以用 Calcium Phosphate 都可以用6X 用6X 那Calcarea Florica 和Calforce 是属于纤维炎的 12种纤维炎的其中两种 那 就用6X的方法 就比较 对用的 那如果 那万一真的有些骨齿 长期的 骨齿 很可能在 脚跟 脚跟 那里 那里 也有时骨齿 会在我们的身体的脊椎方面 出现脊椎的空间 那个收窄 那形成很多种不同的那种同情 有时形成多大的 或者骨齿 骨齿退化 有骨齿出现 那同时 也都发现 我们脊椎间的 那些 走出来的空间 是夹杂了的 那我就会用另外一种疗剂了 那这个疗剂是什么疗剂呢 Hekal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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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火山冰岛 大家听过了 冰岛这个地方 有很多火山的 那其中一个火山 就叫Hekalava Hekal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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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疗剂 是原来我们怎么学到呢 原来话说很多年前 在有位同类疗化的医生 就去冰岛去旅行 那在过程里面 他发现冰岛很多动物 羊 牛 他都出现一个很古怪的病症 就发现他们的 那个脚体 关节 或者下巴那里 很多骨齿 都生了出来 就好像 轻型那些 那些骨子 就走出来 那他就想一下 这个 这位同类疗化医生 就想一下 其实是什么情况之下 为什么这些 这些 这些 草 那些 那些 羊 牛 有这种古怪的症状 那他就开始想一下 会不会 因为他们 这些泥 这些火山的泥 种出来的草 是会令这些 羊 出现这些骨子出生的 因此 他就收集了这个火山泥 将它 转为一个同类疗化的疗剂 所以 这个是 自此之后 在同类疗化的 我们那个 那个 灵丹妙药里面 又加了一个叫做 Hector larva 这个是很多文明人用的 因为 为什么呢 文明人里面有很多骨齿 是的 所以遇到这些骨齿的问题 用Hector larva 和 Kellfleur 流化钙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骨 但你知道了 运动员里面的问题 不是只是骨 是很多时候肌肉抽筋 对不对 那如果肌肉突然间抽筋得很厉害 我会想到哪个疗剂了 我就用 Magnesium Phosphorica Magnesium Phosphorica Magnesium Phosphorica M-A-G-N-E-S-I-U-M S-I-A Magnesia Phosphorica P-H-O-S-P-H-O-R-I-C-A 即是轮化尾 这个可以用一种同类疗剂 30C 或者用6X 都可以 那当有些 运动员 在运动期间 突然之间 就抽筋 那通常是 在长时间的运动之下 出现 我就可以用这个疗剂 就是 Magnesium Phosphorica 30C 就是一种特白性的抽筋 或者用纤维盐 Magnesium Phosphorica 6X 都可以 当是一种预防性 就是可能你未出现 那时候 你可以就是 将这个 Magnesium Phosphorica 就是每 几个小时 都放在嘴里 那样 我知道在营养方面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 Kalcium Magnesium 这方面的营养 也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 容易肌肉抽筋的 出现问题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 抽筋的疗剂 就叫做 Kuprum Metallicum Kuprum C-U-P-R-U-M Kuprum Metallicum M-E-T-A-L-L-I-C-U-M Kuprum Metallicum 我都用30C 这种情况之后 Kuprum Metallicum 是一种 亦帮助我们抽筋 通常 Kuprum Metallicum 抽筋 通常会 脚趾抽筋 就是这种 形式抽筋 这种型式的抽筋 要记得 可以考虑用Kuprum Metallicum 是的 这样 我曾经所讲 肌肉怨痛 尤其是 有时候 不是一定 要靠内服疗剂 很多时候 好多时候 在量 scattered loss 在 TH ана 这种外肤 Arnica gel 亦有时候大家都有机会去一些健康店里面 或者有些同样的疗法的疗剂 亦有很多公司都要具备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一些奶油 不同的牌子的奶油 亦有些不同牌子的奶油 或者Tramel T-R-A-U-M-E-E-L 这些都可以外敷的 除了之外 我还有一个疗剂 就叫做折骨草 Cymphytum Cymphytum有时候真的说起来 你的骨头真的走裂了 有一种症状叫做march fracture 有些人真的走路走得厉害 令到脚趾的关节是直接断断了 这叫做march fracture 逢有任何关节或者骨头的损伤 其实Cymphytum 都非常有用的 还有一个疗剂 叫做phiocyanaminum T-H-I-O-S-I-N-A-M-I-N-U-M 这个疗剂是任何的问题 因为身体的疗剂 因为有受伤 受伤 当然一定会有疗剂 有些人因为受伤之后 发炎 然后症后有很多疗剂 令到他的关节 或者他的脚 或者他的手臂 好像很僵硬了 我就用phiocyanaminum 来帮助溶解身体组织的疗剂 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马拉松赛首的灵丹妙羊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马拉松赛首的灵丹妙羊 咦 医生啊 我知道那些马拉松赛首 他们因为要走很多路 跑很远 所以他们很容易会起碎坡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起水泊的经验 一般人都是 如果做一对鞋 不是很合脚型的 或者鞋是新的时候 很容易是穿出水泊的 所以在任何特主要比赛之前 千万不要做一对新的把握 我相信任何参赛人都会知道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就要看一下 如果你是经常会出现的水泊 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去留意 就是看我们那对鞋 是逼不逼我们的 通常我们都建议 如果那些人平时的鞋 穿旧了之后就研究鞋 如果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的鞋 看你那个 我可以叫做 穿旧的地方 比如哪些地方是产生的 你可以看到 你跑鞋 跑的姿势 是否正确 通常第一件事 如果一对鞋 就是会表示你 或者显现你 你的脚 跑的时候 用力落地的情况 任何这些鞋 如果穿得太残疚 太蝕得太厉害 就应该换了它 也从里面 可以知道 你跑的姿势 是否正确 当然 我们知道很多人 平时走路 或者穿高插鞋 也好 或者穿得不太舒服的鞋 会出现起水泊 当然 如果是 对一些运动员 他有这种倾向 他们很流行 用那种叫做 mold skin 一种 一种人造皮 来到 才包扎了它 通常可能在 脚筋 腰 或者脚底 的波 就是那个 凸出来的 脚底 最凸出来的 骨的地方 就塗了 或者黏了 这些 mold skin 这些在一般的药房 都有机会 买得到 好了 如果万一你真的 起了水泊 那我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就可以 用那个 用一些 根棧花 Calandula Calandula 对任何的伤口 任何破裂了皮肤的伤口 都有帮助 Calandula 我们可以 内服 亦都可以 用那个 金棧花的 那个 草药剂 来噴 或者 拿些棉花 来 喝一喝 通常 我们会建议 一般用的 Band-aid 那些 普通膠布 普通膠布 有一块 那些 沙布 那你就噴少少 Calandula 这个沙布 贴在一个 出了 出了时的伤口 那还有 情况之后 其实 Anika 对这些 走出来的水泊 都有帮助 我曾经在 旅行里面 也遇到 一个团友 说起 原来 他的脚 走到 起枕 痛一些 那我结果 我身上 只是带了Anika 那我们试试Anika 他一吃就觉得 非常之好 那种痛楚 即是减低 那么 你也看到 任何的 Anika 对这些 长期的 劳损 磨擦 导致那种 冤冤痛痛 痛到 你不想再 踩下去 不想再踩它 这都是Anika 的症状 那如果 出了很多汗 腿 就是 腿 应该有什么 方法 可以解决呢 你知道了 很多运动员 为什麽容易起泊 因为脚汗多 你脚汗多 你脚汗多的时候 自然 脚汗很滑 经常会在鞋底 不断地磨蝕 当然 很多人 会穿一些口蜜 口蜜是一个 很有效的方法 但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 很容易出脚汗 或者虽然手汗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低 这个问题 那我们同学 疗法里面 有一个疗剂 叫做Silica Silica Silica S-I-L-I-C-A Silica 用30C的方法 对一些容易出手汗 脚汗的人 都非常之有 有帮助的 那 在Silica 当然 除了是30C 也可以用6X 即是纤维炎的方法 也可以帮助 脚汗得很厉害 这种问题 我知道马拉虫的运动员 很容易会有缺水的情况 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去预防呢? 在这个常见的情况 很多马拉虫菜手 跑到最后 接近终点 就突然之间 就好像 没有力量 再跑不下去了 其实这个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身体 我们那个 我们的血糖 储备 是不够 一般以为不够 那其实呢 真正的原因 是我们的身体 因为脱水 令到我们那个 血管里面 那个 水分 我们叫做 压力 osmotic 我们的心头压力 是不能够将我们的 血管里面 那些正如的葡萄糖 是 推入我们的身体的肌肉 那 其实背后 都是一个脱水的问题 那我们有些什么情况 可以遇到呢 那当然很多人呢 都在运动里面 就不断地喝水 那 但是有时 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一早 在路程里面 喝很多很多水 那个问题呢 你就会 经常要 要去小便 对不对 在菜扒里面 当然 在路旁呢 他都有很多 这些 这样的 那些临时的厕所 给一些运动员用的 但是很多时候 他发现要排队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 将身体能够 的水分 是处足它呢 很明显呢 就不只是在 跑步那天去喝水的 是要之前 已经做定的了 那 还有喝水呢 记住呢 就不要呢 就突然之间 喝得很多 如果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喝喝很多杯水呢 接着没多久呢 就急尿了 是要急尿了 是要急尿了 那很明显呢 用这种这样的 大量的 的喝水方法呢 其实呢 就不行的 因为呢 你的身体呢 会有一种的一个信息呢 就让你身体呢 哎 我们要放尿了 我们要放水了 那所以呢 我通常呢 要要要要要 要及早预备一些水分呢 其实呢 是慢慢喝的 就是第二 就是比赛之前 不是一天里面 大杯大杯喝 是慢慢喝一下 这样喝的 好了 也就是有些方法 来帮助我们身体呢 那кий滨 那个水分呢 能够郁心血流传的也更增长 其实呢 我们要用一个 показыв gown 纤维炎呢 Naturin波ilia orden Sodium Natriumנסroffen ejemplo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炎痰 那么 exhibitor 马拉松菜双了急忌的状态 因为盐份不足出现了问题 所以是NATRUM OK W-R-I-C-A-T-I-C-U-M Muriaticum 就是NATRUMUR 6X 是红色,是纤维炎 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平时可以喝一下 吃几粒 这个NATMUR 如果你发现你平时出汗 出汗之后 就会发现很多白色的汗积 其实这个反映你身体缺乏炎 就是你身体缺乏炎的问题 如果我用NATRUMURIATUM6X 是有机会帮助我们 就不会那么容易流失身体的炎份 让你自己发现自己的汗积很厉害 而看上去就像一些沙沙的汗积 其实这是身体流失的炎份 好了,NATMUR6X 除了之外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喝的那些 譬如椰青 coconut water 不是椰奶 是椰青 那会发现 我椰青 和有些抗泉水 帮助我们吸收的水分 其实是好过一般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除了喝 用NATMUR6X 口服不断吃几粒 慢慢地喝水 喝椰青水 有些抗泉水 那可能呢 补充我们身体的细胞水分的能力 可能比一般只喝水好很多 我们大家都知道身体的电解质很重要 如果有流失这个问题 甚至会导致死亡 那袁医生 我们会不会有些有效的预防工具 或者如何去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呢 那我也听过了 在马拉松赛呢 就是间中呢 有时候那些菜手呢 突然之间暴断的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身体的那个电解质 尤其是脑 那个酸酸呢 是突然之间缺乏 在细胞缺乏了 那就是 是导致我们那个脑袋呢 突然之间是脑胀出来的 那通常就是因为 流汗 流汗 在运动里面的传染过多 那我们在喝水里面 也都没有补充那个 那个电解质 那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通常个表面的症状呢 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是那些人呢 是因为那个 那个腋不足 血的细胞的腋不足 会是一种 就是恶心啊 呕吐啊 很软弱啊 很极专的疲累啊 那就是一般那些 这些情况之后出现的 那很多时候呢 这些是一种嘔吐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身体缺乏 那个电解质 尤其是纳这个问题的 嗯 那纳是 sodium 是吧 就是我昨天所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 尤其是呢 那这些肥エビ 那我们怎样 pleasures 一定會含鹽後心起 Nature mirror雖然是個分量很低 100萬分之一這麼少的鹽份 但是它主要是幫助身體吸收 及保持細胞中的鹽份 跟你直接食鹽是有些不一樣的 所以在外國呢做了很多研究 發言吃鹽餅 其實這個效果不好 不如就用Nature mirror 除了Nature mirror 其实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来到补充我们身体的电离解 吃些海带子菜 其中叫Dolge Dolge Dolge 是一种红色的草类 红色的海草类 这种里面当然是有很多微元素 这种海产的植物 海带类的植物 是会帮助我们补充得更加好的 还有一种是Nori Nori 是有一种纸菜 我们包裹寿司用的 很多时候你可以在健康店 可以买到这些Nori 当一种杂粮的厚垃圾吃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平时 当一种杂粮的 在跑步的时候 吃一下这些 红组醋 和Nori 这些紫菜 也有时候 人们就喜欢 放在水里 浸了它之后 才会用的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在同学疗法里 有一种叫做Bio Plasma Salt 这个Bio Plasma Salt 其实是我们纤维炎里面的 有十二十只的 基本的纤维炎 混合在一起 很多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断加上 这个Plasma Salt 有一种做法 将水里面 加了这些海带 海草 加一些Bio Plasma Salt Nature Mule 这些也帮助我们 在身体的水分 的电离解里面 可以保持得更加好 是 大家都知道 长跑是需要很多能量 和精力去完成 这个赛事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 或者尿剂 可以保持那个精力 的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气有力 要长跑 一个有很长的韧力 那其实有什么方法 在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有一种叫做Faron Phosphoricum 即是一个流化铁 你知道我们身体的细胞 红血球 是需要铁质 所以流化铁 是同类疗剂的 纤维炎 Faron Phosphoricum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身体 是维持我们身体的 那个 那个 那我们知道 有一种贫血 一种叫做 缺铁性的贫血 叫做 Iron Deficiency 的Anemia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考虑 用Faron Phosphoricum 这个纤维炎 但当然 长跑运动员 多数都不是有 这样的问题 但Faron Phosphoricum 也是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 维持我们的体力 和我们的气力 和我们的养分 细胞 足够养分的一种 纤维炎的方法 嗯 明白 有时我看电视 会见到 那些损兽 泡泡泡 会 暈了在地上 或者坐在地上 那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 帮到他们呢 是的 这些可以说 直接休克 对吧 是的 很可能 心脏病发 如果不即时 处理得到 可能会很严重 那在同一个疗法 遇到这个情况 我就用一个疗剂 叫做 Carbo Vegetabilis Carbo Carbo 即是炭 是 那个Vegetable 即是说 是那个Vegetable Carbon 那这个疗剂 是哪里呢 是将那些 蔬菜 是烧焦了之后 剩下那些炭 是 我和疗法有这个 就是一种 由植物里面 烧出来的炭 那很明显 有Carbon 还有这个疗剂 是帮助我们的身体 是将那个养分 带入我们的肺 由细胞那里 带入我们的血液 在Carbo Vegetabilis 有一个称号 叫做 Corps Reviver Corps 即是死屍 Reviver 即是说 连死屍都可以翻山 那么厉害 即是当这个人 进入这个处境 整个幽黑了 轻轻 没有力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去急救他呢 我们可以用 是Carbo Vegetabilis 30C 拿一剂 或者用一点水 帮助它 即时救醒它 那么当然 我们在同样的疗法 一直都有一个常用的草药 叫做Cratagus Cratagus 英文叫做Hawthorn Hawthorn 山渣 山渣 我相信香港人都听过了 那原来山渣 是一个很有效的 对心臟很有效的一种草药来的 那是很多运动场所 在你急救这些这样的 马拉松急救那些 那些医疗站里面 很多时候呢 它就会有这种工具 它就很简单 将那个Hawthorn Cratagus 那些丁剂 草药 里面呢 就加了Carbo Vegetabilis 30C 哦 那如果遇到一个运动员呢 是经过呢 它直接快断气的时候呢 嗯 它就呢 就用这个的丁剂草药呢 有含有Carbo Vegetabilis 30C的丁剂呢 在口里噴它几下 嗯 那證文呢 就即时呢 令到它呢 是有起死回生 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的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一种补充 我们精力一种很有效的工具来的 那 那还有一个工具 大家呢 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呢 《自然的法院》呢 我们过去呢 都介绍过了 就是Kia Sisla 白义子 C-H-I-A C-H-I-A 白义子 那这个呢 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在一本很出名的 一本书呢 介绍得很好说 那就说这个作者 有一次呢 就遇见一个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呢 那他呢 就是赤脚呢 就是去去去去去狩猎的 那他只是呢 就带了一些很简单的白义子 一个袋里面呢 有些这样的种子 那呢 就跟着呢 就拿一些 有些刀柱呢 就有一袋水 那样呢 他就可以连续跑几天的 嗯 那他当时他就被他发现呢 原来呢 这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呢 就用着一种叫做 Kiesis的 一种白义子 那Kiesis就是发现呢 一种这样的小的种子呢 是有丰富的 亚米加三的脂肪酸 有些抗氧化剂 蛋白质和纤维都很丰富的 那如果你通常呢 将它浸水呢 会发呢 就好像Tapioca那样的 那些 啫喱那样的 那些啫喱那些 那些 那些现在很多时候 喝那些什么 什么奶茶 什么珍珠奶茶 那些 Tapioca 那他就会呢 就会发得很大的 那通常呢 我们就可以用水 来到将它浸 发大它 或者就像我所说 用椰青 哦 用椰青 那用了之后呢 那你平时呢 你就可以在 跑的过程里面呢 就可以喝下这些 浸了含有白耳子的椰青呢 那一路跑呢 就一路去喝呢 那这个呢 也都可以 令到你的血糖呢 是稳定啦 而且呢 你可以跑得更加长久的 是 那好了 那说回跑啦 那在有些地方那些 那些马拉松赛呢 有时候呢 要爬那些斜坡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怎么用 我们的不同的肌肉呢 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那比如有时候 我们要跑一些高斜坡 向上跑的时候呢 那有种的跑法呢 就可以呢 就 我们用一种 我们叫做 啊 啊 用那个脚 脚尖 向外边放 就是用八字脚的手法 啊 就是脚呢 打开来呢 就像八字脚那样 来到跑这些高的斜坡呢 在这种情况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 把我们身体的大腿的肌肉 内側的肌肉呢 是可以 运用得好一点的 那就是说呢 我们不要呢 就是用不同的脚步呢 是可以 利用到不同的身体的肌肉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就是 啊 肌肉的有可以 可以 不同的肌肉可以有机会 休息了 那如果一般就这样 直跑呢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的大部分肌肉呢 就是我们大腿的上方 那些quad 那些四头肌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能够 用八字脚的部分 来到跑上山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到 我们的大腿里面的 内側的肌肉 那我知道 这里长跑运动员呢 常常都会有脚步的问题 例如是生油啊 wats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因为呢 在长跑里面 很多时候脚汗多 有些人呢 就是出现了 叫planter wats 那些planter wats 很明显呢 会影响运动员的菜市 因为它会痛的 那有些什么方法呢 在同学疗法的零丹妙药里面呢 有一只叫做 suya T-H-U-J-A suya suya 是一种树来的 一种树 那就是 suya 这个疗剂 用30C 可以内服 也有一种cream 的 有一种oilment 可以用的 那就可以内服 和外茶 可以帮助处理 这些这样的 我们脚底的油 但是 如果大家有听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之前也都介绍了 一个很简单的 食物的方法 就用什么 香蕉 用香蕉 用香蕉皮 对吧 用香蕉皮 不用浪费 香蕉自己吃都可以了 香蕉皮 就可以 黏在脚底的油 那里 很多人试过 大概几天到一个礼拜 这个油 就可以完全消失了 你知道了 如果你用一般的 传统的 开刀的方法 或者用 那些 liquid nitrogen 不至于它 就减死了 其实是很多时候会复原的 也会很痛苦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油 有些根 在的 你觉得很深的 所以伤口 非常之痛苦的 用这个和尿剂的尿剂和外服和香蕉皮 我相信是比其他方法更加有效 又便宜又方便 之前在波士顿发生了爆炸 很多那些长跑 马拉松那些运动员 其实情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或者他们是受害怕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这是很突发的事故 马拉松通常都很少这些事情 其实如果我们遇到一种这样的事故 令到我们很不开心、很焦虑 以及有一种不愤怨、不公道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如果任何人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感觉都是很不公道的那种振奋 那种不开心 那种不满、那种愤怒的情绪 因为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义 很多恶法在医疗方面 在我们的法律制度 很多不公义的法例 我们有一种很烦恶 一种很愤怒的情绪 尿剂就是Corsicum C-A-U-S-T-I-C-U-M 30枝都可以 通常吃几剂 或者用水 用在水里再复食 效果会更加好 明白了 以上的工具 在陆创意健康店都可以买到 他们的电话是2882448 那听完这集 希望大家下次参加这些马拉松 或者长跑的时候 都可以顺利地完成赛事 今集多谢袁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